李绝 他也不管当时粮价的贵贱 一斗粮只赚两文钱的利润 只要能维持生计就行了 对于家境困难的人 他还不时赠送粮食 人们听闻此事后 纷纷钱来光顾 父亲知道后便说 以前我做生意时 知道有很多店主 常用各种手段来赚钱 一般都是大斗进小斗出 以谋取丰厚的利润 尽管官方定期检查 但那些弊端依然存在 我是进出用同一斗 这已经算是不错了 你却把生斗交给人家自己粮 我是不如你了 你做生意不图利润 而且还不时周济穷人 可我们却丰衣足时 莫非有神明相助 时光荏苒 不知不觉中 李绝已是八十岁的老人了 恰巧此时朝中的丞相 名字也叫李绝 朝廷派他出任淮南节度史 李绝听说新来的节度史 与己同名 便改名李宽 一夜 李丞相在梦境中 进入了一座华丽的洞府 只见鲜花灿烂 楼阁连绵 翔云缭绕 犹如仙境一般 他漫步于楼阁之下 渐有石壁光滑银结 上面刻着金色人鸣 其中尽有李绝二字 丞相心里非常高兴 认为这是自己围观其间 做了善事的福报 如今名列仙班了 此时正好有两位仙女经过 李丞相便向他们打听 得知此处乃华阳洞天 仙女对他说 这个李绝不是丞相您 而是您管辖下的一位江阳百姓 第二天 丞相醒来后 梦境依然历历在目 于是他下定决心 要寻找梦中的李绝 几天后他终于得到了消息 这人已经改名为李宽 是一个修道人 于是丞相便虔诚恭敬地 前去拜访求教 李宽把自己买卖粮食的情况 详细告诉了他 丞相听后感叹道 多年来李任人自行两米 看似小事实事难为 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的 所积应得他人不可及也 李宽谦虚地回答道 蒙丞相谬赞 我只是个凡夫 我所做到的一切不值一提呀 丞相略有所悟地说 人世间一动一径 一时一席天尽之之 只要积累功德 虽身处威贱 也会有神灵保佑 名列先及 这是神佛 依此境界世人啊 在丞相的再三恳求下 李宽教了他一些修行的方法 丞相勤家练习 修为日增 李宽活到了百多岁 依然身体清减 一天他告诉家人 我已来到世间很久了 是时候该走了 当晚他就去世了 三天后 家人听到棺材中 发出了剥裂的声音 打开一看 只留下一关 人已凭空消失了 原来李宽已经师姐成仙 离开城市了 这正是 不怕吃亏不吃亏 不耍聪明最聪明 平凡之中出奇迹 名列仙般建精神 靓花 添加 lumière 聪明 老ft 什么 咯 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